很大一隻蜥蜴 大概想出去兜風吧 大家好,各位朋友,我現在人在中山北路上面 然後正要前往南西的迷克恰 開市單,開市單 現在是4點40多分 我現在專心騎車沒辦法仔細看 到底是幾分 但是... 好啦,廢話也不要講太多 反正我拿到開市單了 所以我現在要去迷克下去取山啦 各位朋友,電動滑板 之前好像聽說有這個夥伴想要用這個電動滑板送餐 我剛剛看了一下 速度很慢 大概是步行的速度吧 那可能要開步行帳號才可以 各位朋友,我接到一單全聯的單 那這單很大,30亞 不過這間全聯的非常有Sense 他就把這單拆成兩份 沒有錯 大家可以看到兩米以上合作外送夥伴 這才對嘛 這什麼地方 一樓 各位朋友,我現在在雙城街的跟明泉東路的交叉口這邊 那我要進雙城街 我要去送最後一單 我送最後一單 其實剛剛送一單到林申北路那邊有一個旅社區的時候 然後路上我去掉三單 然後後來看到這一單 就是剛好在我回家的這個路上 然後我就接了 不然另外三單 兩單把我拉到中山區 另外一單把我拉到中正區 那拉到中山區呢 是拉到那個 一單我記得是南京東山 那另外一單好像也是在松江那個附近 這樣 哇,實在是把我拉得有點遠啊 離家太遠了 我就想想算 另外一個呢 我從林申 從林申北 送完了 拼回中正區 先去那個 金站老地方取單 然後再送到中正區 我大概看了一下 好像是沿坪南路那邊 哇賽 那離家更遠 完全放棄 完全放棄 好,這樣子 好啦 我要專心騎 這邊是 比較難騎的地方 來,各位朋友 我剛剛說我要送最後一單 結果呢 那個 UBER又狂丟單給我 然後我看到一單一百七十九 哎呀 一個沒有人就給它按下去了 這單是要去 星光三月三館 去收餐 送到台北橋 也可以啦 也可以啦 因為送到台北橋 其實也 也算我回家的一半 那不過這次送過去 我真的要忍耐 不要再 不要看到單又暗 好啦,各位朋友 我現在正在明泉西路 明泉西路這個 鄭德 鄭德的對面 OK 我送一單到 旁邊 那 那 真的是最後一單 因為我已經下線了 哈哈 再不下線了 不得了 我光是從 收了這單 然後過來的路上 然後到我送 送到那個 最後一單 到客戶那邊 大概就去了五張單子 今天的單啊 多到破表 多到系統 一直丟啊 但是我看它都超遠的 要把我送到中正區啦 然後要往什麼 南京東山段 什麼 松江路那邊 跑喔 我要回家了 我已經不想再 跑那麼遠去了 9點24分 所以我完全把它鋸掉 本來我還想說 要是能夠在那邊收一單喔 往什麼士林跑啊 欸那我還願意喔 沒有喔 都沒有碰到喔 通通要把我拉回去喔 喔 什麼金站啊 然後北車的單啊 金站的單 然後還有什麼 星光三月那一圈的單一堆 好多人都沒去拿啊 大概是喔 燙獎拿到 大家都回家了 然後再這樣下雨吧 其實已經沒雨了 啊 不管怎麼樣 就 今天算是 佛系跑 跑得還蠻順的啦 喔 跑了22趟 喔 禮拜四喔 禮拜四 其實我可以稍微 就是思考一下 之後是不是禮拜一跟禮拜四喔 一跟四 我乾脆跑晚一點算了 喔 單會比較多嘛 這兩天單都超多的 那趕快就是 就是跑晚一點這樣 不過我又比較擔心 我的電子會沒電 嘿嘿嘿嘿 電子沒電 我要人力踩 就會很辛苦 就受不了這樣 因為我現在體力還沒有完全恢復啦 昨天有一小段喔 距離大概差不多 六公里 三公里三公里 就六公里 我是人力踩的 喔 哇 回家睡跟死住一樣 比方說 我現在體力還沒有完全恢復 所以 現在做這個挑戰 我覺得是 可能會挑戰失敗 嘿嘿嘿 好啦 明天繼續囉 謝謝大家